此前一口咬定博会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的拜登政府变卦了 12月27日 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 美国政府近期向中方提出 拟派主要来自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18名官员赴华 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为美国运动员提供安全和医疗支持 接下来还可能将为另外近40名官员提交签证申请 请问中方能否证实是否将批准相关人士的签证申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已经收到这些签证申请 至于中方会不会批准 他说 中方将根据国际惯例 有关规定和对等原则进行处理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进行奥里比克精神 停止把体育运动政治化 停止任何干扰破坏北京冬奥会的言请 可以看出 美国此前煽动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 完全是一出自导自演的闹剧 目前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确定出席 双方正在协调相关事项 上月中旬 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 韩方不会抵制北京冬奥会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韩方始终支持北京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 一贯希望北京冬奥会为东北亚乃至全世界的和平稳定 与韩潮关系发展做出贡献 距离北京冬奥会2月4日开幕还有39天 北京冬奥组委日前透露 所有受奥人员都会进入闭款管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谢谢大家